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一分钟命理 用神不定 很多人一直在抓自己的用神 总认为自己分八字里面有一个用神 一定对自己特别好 但是在实证下的情况的时候 就会发现到 通向的五行有的时候很好 有的时候很差 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种情况 其实就是因为十天干或十二地支 他进来的时候 虽然是同样的五行 可是每一个字 他的排列组合是不一样的 排列组合不一样 他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你的用神是这么的不稳定 原因就是在于每个字进来以后 他产生的不一样的排列组合 不一样的排列组合就是不一样的现象 当然用神自然就不会是固定的一种情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想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